嘉義國中二年即的學生張家瑜是民視歌唱比賽的過關夢主 以後他特別陣翁創生基金會嘉義婚姻來探視一部人 現場現場有很多收動感的歌曲 他說這是他第一次禁鼓禮為一部人來表演是真不一樣的體驗 創生嘉義婚姻也將買到11月16日要集辦愛吉時工業餐會 張家瑜當天也將當時愛心大師要讓粉絲來參與工業餐會 我們有很多的 在地面的歌唱節目當中贏在東京小歌後美名的張家瑜 現在就他跟他國中一年級 這一天他特別來到地部人的民唱比 一邊唱一邊跳一連表演很多條的歌曲 雖然地部人沒辦法沙甸黨 他有完是真的樂著表演感動在場所有的人 也在他的粉絲團來進步 讓更多人共同來關心第二節目節 就是希望大家在11月16日育通大飯店 然後可以來現場認領我們的餐券 然後大家一起來做公益 然後當天我也會到現場 然後唱歌給大家聽 謝謝 創生幾間會跟他婚姻準備在11月16號中島 再叫通大飯店基本在愛吉時工業餐會 特別邀請到張家瑜來擔任愛心大賽 我當當天他也會告訴大家精彩表演 透過自己的熱量來團體愛的消息 我們很榮幸邀請到 民視台灣那麼旺的過關關主 家瑜來擔任我們這次 愛吉時工業餐會的愛心大師 因為家瑜本身也是一個學生 其實我們安養院內也有三位女生 也是從國中就受傷 然後一直就定格人生到現在 對 那其實也是要告訴大家 做善事從小就可以開始 那可以培養一個關懷社會 關懷弱勢的一個概念以及行動 創生基金會現在安養在二十一位的地步前 到台服務一百空五的家庭 11月16號基板愛吉時工業餐館 每一張收到一千塊 一到一萬塊 歡迎各企業團體和社會擁有支持 社交做愛心 尊重餐館好幾歲家庭 我當小小的內容 可以到創生基金會 家瑜的臉書粉絲專頁來查審 最新新聞就聽送往小三 家瑜七彩虹不得